把神长一公尺的弦两端固定 若一个脉动从另一端走到另外一端的时候 需要时间0.05秒 问你这个弦所产生振动的基因频率是多少赫兹 还是一样的情况嘛 人家问的是什么 是不是对振动的弦上振动的基因频率 其实在讲这基频 其实意思就是它会产生振波的N等于的情况了 那从基本意义里面频率当然 T温之一没法得到 那就是什么 依照这个现象两固定端 对不对 振波的时候频率会怎么样嘛 是不是你的频率是不是满足2L分之什么 NV嘛 而且他问的基频就是N等于多少 是不是1的情况那么简单 好然后F1就会等于2乘以L 老师多少呢 还有讲的嘛 长度是多少 是不是1公尺嘛 是不是N刚刚讲的基频是1嘛 乘以V V是什么 在波在或能量传的时候 对着振动传的时候的速度嘛 OK 那这速度是多少 你都会考验在这边老师就算不出来 速度在哪里 他有没有跟你讲波的速度 其实有了啊 还有什么 1公尺跑多少 是不是0.05 老师有跟你讲的啊 他一讲到速度基本意义 就是位移去处理时间嘛 对不对 他就是用这基本意义就算了吧 所以你的速度是等于 位移是1公尺跑0.05秒 所以算出来的速度是这样 把带过去 你就可以得到我基频的频率 OK 这么多意思 好 接下来问你第一幻音 他第一幻音就是 其实就是N等于多少 第二种速波的情况 是不是第二种速波的情况 那第二种速波的情况 就把它带过去 就是刚好我们这里的两个固定端 就是N等于2的情形 好 那么所以F2带进来 就是原本刚刚的是10赫兹 这里是20赫兹